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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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叫鄭浩玄 我之前是SVILLE 台銀隊的球員 我現在的身分 是一名歌手 在很多人面前表演 不是第一次 可是這次是第一次 在很多人面前 表演我自己的歌 很緊張 很興奮 我有跟職業主打包 還有保佑我 我也盡興奮 今年總冠軍賽 在鳳山隆重登場 比賽正式開打前 場外就已經大排長龍 面對這樣重要的舞台 主辦單位當然也特別安排了 賽前表演 只不過今年的嘉賓有點眼熟 不曉得觀眾朋友 有認出來了嗎 雷工 不信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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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 很興奮 爽啊 整個就很爽啊 剛剛很緊張 真的很緊張 覺得自己還不夠 那麼去享受那個感覺 還記得他嗎 他就是曾在SBO征戰四季 今年選擇離開的 前台影球員鄭浩玄 退下球衣之後 他搖身一變成為熱歌 競舞的歌手 這樣的轉變 也讓他比前隊友 早一步站上 總段競賽的夢想舞台 我去跟喇叭講說 不用靠打球 也可以站上總段競賽舞台 這樣講好像有一點 是文他的意思 記得我的100張要給我就對了 第一次Live當然會緊張 雖然場地是很熟悉 可是畢竟做的事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多少會緊張 可是我現在 我還是會說好好做 很陌生 因為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從小到大接觸的都是籃球 然後對唱歌這一塊 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 因為就是單純喜歡唱歌而已 然後就現在 有這個機會變成歌手 雖然都是一樣 各有各有難的地方 可是反正都是 我很高興 這兩個都是我很喜歡的事情 剛開始當歌手的時候 其實對籃球還是很捨不得 有時候還會在想 能不能回來打 可是後來仔細想一想 就是籃球這個夢想 我已經算達成了 唱歌這條路 也算是我的夢想之一 所以我想要用接下來的時間 去好好實現我這個夢想 其實我自己對成績還是會有一點在意 之前波克萊的起始榜 衝到第一名 對 所以還滿感謝的 很多人這麼支持我 已經算是出乎我預料的好 所以是覺得 對我來說是信心是滿大的 鄭浩玄轉換跑道 再出發 雖然是無心插流 但這個誤打誤撞 其實也開啟了他崭新的人生篇章 之前在台穎練球的時候 有一次練球完 然後曲智翔就想要幫我拍一個影片 唱歌的影片 然後就拍完之後 它傳到網路上之後 就開始一人串的發酵 然後之後 後來就被激進的看到 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成為歌手 那時候唱完之後 比完賽 賽後記者會 都會叫我唱這首歌 對啊 那時候覺得還滿有趣的 明天 我決定再一次 發光閃耀 感傷 我相信命運 有自己主導 我就是很感謝我的隊友 就是知道我要發片 他們每個人都很挺我 都有跟我說要認購什麼的 對 那個喇叭我絕對不會忘記 記得你說我幾張就是幾張 不然Live 還有強哥 當初是你幫我推到 歌手在搖路的 所以你更不能Live 還有其他人 自己知道 阿坤 我聽你 我看好你 記得我的100張不要忘了 新的身分 新的方向 新人歌手鄭浩玄 出道舞台的Live演出 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相信只要繼續努力 還有機會可以成為 球迷眼中的Super Star 你敢說 去球迷眼中的 明天 太老眼吧 這麼快 統合